校長至職 各位對面 因為這個時間我們畢業生他們要化一下服裝 所以他們會先離開 不過今天校長要先借今天的這個機會 對於我們的所有長官 還有我們社區的各位師生 以及我們理工程還有林介立兩位會長所帶領的家長會 以及所有的家長 家長在這邊要表示萬分的感謝 因為在這邊554年 今天我是跟小朋友抱著一種一起要畢業的心愛 所以呢 小朋友都發表完他的畢業感 校長他今天這個時候做一點 在這四年的一個感言 實際上這個感言最主要還是感謝再感謝 除了剛才提到我們的議員 我們的縣組長官 還有我們相工作 我們的村長代表們 以及我們家長會 各位家長 在我個人四年的這個期間 給我非常非常多的支持跟鼓勵 在此真的是用感謝兩個字 都不足以代表萬分之一 但是呢 還是只能用這兩個字 代表信中最誠摯的信義 那麼 校長也要再次感謝我們同安國小的同仁 你們真的是最棒的齁 很多來學校參訪過的 其他學校的老師 甚至於校長 都再一次的再肯定同安國小 那我一直在強調 同安國小是因為我們同安這一批老師 所以呢 能夠讓小朋友過得很幸福很快樂 所以同安的團隊 在我來看真的是一百分齁 真的是很棒的團隊 校長要感謝這四年 你們在各項工作上的一個協助 也真的是對你們很抱歉 這四年也給你們壓榨了不少的勞力齁 對你們來說有很大的壓力 校長也再次感謝我們同仁 那麼 校長還是要感謝我們後面所有家長代表 雖然你們是六年級的家長代表 我們同安小朋友都那麼幸福 主要呢 除了家長會長的代理之外 家長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感受到家長對我們孩子教育的關係 所以各項活動的參與 家長都非常踴躍 所以校長這邊也是要感謝所有家長 在這四年給予的支持 給予的照顧 那 最後校長要感謝是我們這一百個小朋友 校長在這四年很快樂 最快樂的原因就是你 因為有你們在校園的歡笑 在校園的成長 在校園的好表現 校長覺得這個工作真的很有意 也做得很快樂 所以校長一直期待你們 好 雖然呢 校長即將離開 但是我相信 回過頭來看到你們的時候 每一個人不只是長大 懂事 你們都有很棒的表現 好 所以校長要再次感謝我們同安的小朋友 因為有你 讓校長這四年過得非常快樂 也留下了很好的回憶 我要想到這邊 結果學生還沒有回來 我們待會再留一點時間給校長 來為畢業生做勉勵